几百亿美元 哎呀 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就准备好了 亲爱的战友 我在美国演讲的 在某个部 某个部演讲的时候 我说有人说我是习近平的一条狗 有人说我是双面监机 有人说我是个骗子 还有人说我是个强奸犯 还有人说我是来到海外来卧底了 产出迷运来了 我说我告诉你们 任何一个理由 不会让我把我的父母全部家人生命赌上 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让郭文贵 也没有任何一笔钱 让郭文贵把我原住自由安全权赌上 没有任何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 我同意 没有任何人愿意把父母来赌 干掉共产党 挑战王岐山和海航 不有可能的 另外 没有一个骗子 能在过去的18个月 木赖穿气 耳灵耳灵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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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 木赖穿气 随便小哥 随便小哥 你太好了啊 随便小哥太好了啊 战友战友郭啊 健心啊 太好了 这都是现在飞翔的子弹啊 刚才我点这些 你都可以申请家人的战装啊 没有任何人在过去18个月里面 预言范冰鼎 安邦 吴晓辉 王检林 海航 海航 这么多人事发生 都准确了 不可能 所以我说 请大家还不要相信我啊 不要接近啊 抄了李根总统的这句话 believe but verify don't believe me but verify 他高兴 你跟总统 猫猫猫 猫猫猫啊 猫猫猫啊 卡住了 还要卡住了啊 这这这这刚才我点的 Sara啊 这都要给咱装的啊 这都要给咱装的啊 木赖啊 随便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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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个女的 你别忽悠我 我知道你是个女孩 啊 知道是个女的 没问题 我叫你随便小哥啊 那咱私下聊 你就叫我 你就叫我 随便和叔 你就随便小妹吧啊 千年一跪 千年一跪 那是 啥扯了 我啥都不是 这是为什么这几天 在华盛顿都劝我 包括班农 昨天先生劝我 说 文贵 你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我对不起 我绝对 不做 第一个 这个 Rudolf Law的基金 人家是接受捐赠的 他是接受捐赠的 而是大机构捐赠 据我所知 美国好几个大基金就现在要捐赠了啊 有一个大家最知道的大名的基金要捐赠 没有时间 去做任何title去 我不干 我只是出知子 我不想参与 但是我们对整个 Rudolf Law的基金 对我们中国人的保护 法律 要求中国以法治国 这个在全美华盛顿现在 马上又开始欧洲 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认为我们这个太聪明了 叫这个名 还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让中国有这个 让中国又有法律 觉得太现实了 太现实了 郭叔的鞋子每次都看到太 是 你看到好像同一样的鞋子啊 但是呢 我有很多双 都有很多双 看上去好像实际不是啊 都是特做的啊 亲爱的战友们 这个郭战福你们会喜欢啊 这个未来这个鞋子 那我想办法大家就发展发展啊 分享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啊 什么叫佛学 什么叫宗教 你看看海外的所谓这些欺民贼 欺民贼们 就是 不要脸 除了容易给钱 代表上帝 给我钱 永远伸了个手 就是要饭的手 你能不能把手伸开给别人 给别人 不要老这样 只要你是这样的 你压根就是一片子 就是流氓 再一个 你有本事骗别外国人 你又骗不了 专骗同胞 真的是 我在这个华盛顿好几个朋友 跟我说 郭先生求求你了 这个珍惜生命远 远离海外民主民运人士 这个那天我吃饭 就是叫第二个白宫的 那个餐厅 采盐餐厅吃完 碰到一个中国战友 开窗子 握手我就握了 结果一握标去 我俩保镖辞职了 说郭先生我当不上你的保镖 你开窗子那里面有毒打扮的 我说我不可能不握手 结果王彦平也跟我喊 好好的叫 回来 这个这个俩保镖辞职了 哎呀我今天我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我给人家道歉 别走别走 我就这么一人 我就这么一人 任何名 任何权利 任何钱 别跟我玩这个 我已经看透了 所以说在华盛顿的时候 某个最牛的啊 这个美国最牛的一个人问我 说你怎么看到王岐山 他说我跟王岐山见过几个人 这家极顶聪明 我说您说错了 我说王岐山绝对是个鬼才 不是天才 我说从他玩过那么多女人 没有一个女人背叛他 为什么 他敢给 他所有的司机 跟他什么田国立 田慧宇 陈峰 秘书 周亮 都跟着他 为什么 我说他敢给 敢黑 敢威胁你 把你全家的利益 命都搬在一起 没有一个背叛他 我说牛不牛 牛 我说王岐山太了解你们这个西方了 牛不牛 牛 我说王岐山 用中国几十年的金融系统 上万亿的贿赂所有的大佬们 牛不牛 你看看朱云来 朱云来的姐姐 江绵恒 江绵康 江绵康 江志成 随便数 那胡锦涛家的那个儿子 胡海峰 胡海青 那王岐山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都给去 人家胡锦涛家 远离你王岐山 绝对不是男女 我说但是也没反他吧 我说牛不牛牛 我说但是反 为啥我说他不是天才 他还图名 还图钱 你要那么几万一干嘛 你还去搞杀人 你这不就完了 这就low了 就是你到宗教信仰上 你就low了 什么交易啊 杀人啊 名声啊 权力啊 你还在那个层次的运转 你就是俗得不可耐的人物 我说郭文贵远离了这个 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 所以说我说他不是高人 大家给我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 战友们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到了新的一个层次 会新的一个层次 我再次说一遍 希望大家别把海外的民运 都一棍的都打死 海外民运里有很多好人 很多人付出几十年的代价 我们一定别搞共产党那一套 一棍的打死 搞绝对化 绝不可以 我们要爱我们那些真正的付出的 很多的真正的民主民意分子 像我们这个万老 万一男一辈子付出了生命 他要啥了 啥也没要 你为啥不尊重他 凭啥不尊重他 韩联潮先生 从美国国会工作到现在 百分之百的这个这个 全力以赴 为了中国民主民意 这样子怎么不爱他 不尊重他 当然要尊重他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人 老民人不要一竿子打 不要受共产党的挑拨和利用 不搞共产党那一套 亲爱的战友们 我看到你们很多留言啊 我就不在这一一的说了 宣传部长推特党啊 宣传部长必须得给啊 顾沉庄啊 行了咱就这样吧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亲爱的战友们 Thank you rich We star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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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